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今天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天 为什么呢 应该是美国当地时间18分下午的时候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政治表决 然后巴勒斯坦人民等待着自己国家成为联合国政治成员国身份这一天 结果是有15个国家投票 12个赞成 英国瑞士弃权 美国一票否决 能冒着天下之大不为投反对票的美国 我觉得他要对历史 尤其是人类历史 人类的进步 他要阻挡人类的进步 我觉得他要负全责了 现在看没有人 没有人再可怜美国了 或者说是给他找理由了 这件事呢 我觉得美国人做这个事之后 他自己可能已经是把自己的所有折扣布都折下来了 都抛击了 我觉得美国人投完一票否决之后 以色列就进攻了 就直接动手了 说本什么 说本以色列明白 美国人对我以色列必须妥协保护我 这个逻辑没毛病吧 说完了以色列发现你美国能冒天下之大部分能投一票否决 实际就是要保护我 以色列 你们心里边就是要保护我 那我就敢把你拉到中东战场来 没毛病吗 能这种票都投了 你想想还能什么不干呢 以色列是紧接着直接轰炸了三个国家 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 仨国家 就是把美国人要拉进战场 这一条就是打群殴了 打群战了 一条仨 现在看美国人必须要下场了 这个乌克兰可能要倒大美了 台独要倒大美了 哈梅内伊生日这一天 以色列突然发动了羞辱性的袭击 伊朗的反击现在就见在前上 其实咱们不要再等待什么以色列空军那个行动了 不要等待那个了 伊朗说他要秒回的 所以咱们要等待的是伊朗的导弹 或者伊朗的无人机怎么样回攻击以色列了 还有谁 还有伊拉克呀 伊拉克领土也被攻击了 伊拉克民兵会地面战怎么打 叙利亚的民兵怎么打 这都是咱们接着要看的 这大战要开始了 伊朗和以色列 一来一回咱们以为是什么呢 就是 打完以后各回各家了 各找各妈了 没有 看来是以色列说我把你们撒全干了 挨个点 咱也不知道 这就不按套路出牌吧 对吧 这就明显要把拜登拉进 拉进这个坑里 85岁 哈曼内伊生日这一天 就是休不醒 哈曼内伊如果能忍 我觉得这个 这个城府很深 这个中部城市 伊斯法罕国际机场和周边的空军基地 都遭到袭击 说发布了 发生了巨烈爆炸 多次 损失现在没公布 美国也证实了 以色列发动了导弹袭击 美国的伊朗的国家航天发言 防天局的发言人也说了 伊斯法案上空是没有导弹的飞行记录的 伊朗地面防火火力 开火击落了多架无人机 他说是不是导弹 是无人机 目前包括伊朗首都德亚兰在内多个机场都已经关闭了 所有的航班暂时取消 意味着伊朗方面判断很可能还有新人的空袭 就在以色列空袭前一天 负责伊朗核计划安全保卫的伊朗革命卫队少将 发布了对以色列警告 假如犹太复国主义者敢袭击伊朗核设施 那么伊朗将以以色列核设施为对等报复公表 现在看咱们就等了钻地弹能不能落下 我觉得而且他明确说 我们很清楚敌人的核基地的坐标了 说完了就是伊朗的报复 咱们现在最担心的伊朗报复打他的核基地 那就核战了 虽然以色列自认为他保持克制 空袭范围认为有限等等 但你这个侮辱性非常强 伊朗老百姓能不能受得了 你哈梅内伊能受得了 估计他也不过声 咱也不过声 但是你说对人民爱戴的哈梅内伊这么羞辱 伊朗老百姓能不能受得了 以色列在他生日当天就炸 肯定不是为了说是让他消气了 其实有拱火的 实际就是让伊朗去揍的 而且王司里头 伊朗革命卫队料理话 伊朗敢不敢空袭 按照以色列 你越放狠话越揍你 而且就按着你说的揍你 你还没法帮 可能还有二次打击 伊朗在中东地区有最先进的导弹系统 包括无人机系统 咱们要关注伊朗的导弹 他说秒回吗 怎么秒回 现在据说这个伊朗的轰炸机应该是正在急 你看就在巴勒斯坦加入联国遭美国一票否决当 应该是不到20小时吧 在中国看不到20小时 以色列就用导弹袭击了伊朗 叙利亚伊拉克 这就典型的拿着了美国人软肋了 看到了吗 以色列到底会不会攻击核设施 现在确实是还不能确定 咱们必须要关注 但伊朗上空据说已经是火光中间了 一片白光 那就是说有大量的无人机或者导弹攻击 真正的具体情况还要等 下一个那就是考验S-300方向系统 伊朗的S-300看来是第一波攻击没有防住 有以色列的无人机核导弹袭击成功 既然挨了拳 挨了以色列的铁拳 你到底是能不能还击 现在又考验的伊朗的反击能力了 伊朗据说他们的战机 现在已经是待战状态 而且轰炸机已经做好执行任务准备了 这是以色列 而且人家说了 要对以色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反击 我觉得这就是有可能引起 更大规模战争的一个前途了 所以现在在金融市场上 黄金是吧 可以看一下 伊朗空军的司令 当天就表示 伊朗方面已经是在所有领域做好准备 伊朗空军战机处于战备状态 随时可以对以色列发起反击 伊朗空军轰炸机已做好 执行任何行动准备 我觉得它是轰炸机 它能飞到哪去 它能飞到以色列上空 它可能飞不到 但是它说这话可能就代表决心 我们连轰炸机都要拍出去 伊朗海军说正对开往红海的伊朗商船展开护航 它的军舰 加马兰号驱逐舰就在亚丁湾 内塔尼亚湖在17号 等于是在袭击之前一天 和到访的德国外长和英国的外交大臣见面 当时强调了以色列对伊朗方面袭击 要保留自卫权 它原话是说 感谢我们的朋友在以色列防御能力方面所提供的支持 这样的支持就是口头上又落实到了行动方面 说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 我对此表示感谢 但我想确认一下 我们将自行决定 以色列将采取一切标策室保卫自己 说白了 你给我东西可以了 剩下的东西我来干 我来干我怎么干 我把美国人拖下水 欧洲人现在偷乐 美国人拖下水 挺有意思 我讲过以色列绝不是中东民族 它是个欧洲民族 它是欧洲人在中东新殖民的一个新的方案 咱们说新的方案 它绝不是中东民族 所以为什么这些欧洲人这么关心以色列 他们把以色列人当成自己人的 这里边 英国德国都已经去了 实际就在给以色列加入呐喊 诸位 伊斯兰革命卫的14号凌晨 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 据说当时 俄罗斯媒体专门研究了 伊朗是找到了攻击以色列 撬开它防空器脑的密码 以色列应该是对于它伊朗导弹攻击 现在看没有能防御成功 没有能防御成功 以色列甚至说伊朗的革命卫队 宣布其所有基地现在处于最高级别状态 以色列时报最新引了以色列陆军广播电台的话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之际 该国的一些高级安全官员正在特拉威夫 基里亚军事总部 另外呢 以色列国防军旗下媒体说 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宣布 其所有基地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 这是咱们掌握的最新情报 那也说 以色列即将遭遇伊朗的最新的报复 以伊朗说秒回啊 咱们看这个秒回到底多快啊 咱们看这个秒回头